大家好,焯春度 今天做完事6時鬆跌 經過新葡京、新馬路一帶 見到人的確是少了 比農曆新年的時候 不過當然比疫情的時候多很多 過了農曆新年的黃金檔期 進入旅遊淡季 社會各界都很關心 政府或六大休閒企業如何吸客 今天適逢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龍 上立法會給議員口頭質詢 司長說自助旅行團的 《賞你享福利落油澳門團》計劃 將每年內推出 除了鼓勵澳門旅行社加強內地市場推廣外 相關計劃亦會推展至海外客源市場 司長說港澳聯動一直是澳門民旅的基本盤 香港客從訪澳門大王左社區同中小企 多謝我們的港仔 多局亦希望與香港業界發展聯線 同遊一齊穩真 借助香港交通樞樓吸引海外旅客來澳門 主旅遊局長文以華亦說 將會與香港旅遊業界加強溝通合作 相關旅行團資助計劃 日後亦會將取導香港來澳門的團客 納入資助範圍 另外亦會透過香港擁有較多航空網路優勢 利用港珠澳大橋吸引更多海外客來澳門 文行局長陳詠雄亦說 澳門的國際航班將會陸續重啟 下個月3月中會再有12條國際航線重開 據說目前各地航空公司都遇上人力資源問題 仍需要培訓人手重返崗位 至於旅遊局副局長程衛東說 春節假期後澳門現時平均每日仍然有超過5萬人 入境旅客量 不過這幾天稍低 大約4萬7或4萬8人次 春節過後自由行淡季適逢恢復團隊郵 相信可以補充部分旅客量 而團隊郵數字亦逐步增加 局方會持續關注 至於針對香港客人推出的酒店優惠方案 何時有? 副局長說當局目前主要處理團隊郵 港客酒店優惠方案研究中 暫未推出時間表 會先針對交通買一送一優惠推廣 反應不錯 由於優惠都需要運用公帑 無法無限 因此屬於短期激勵促銷措施 是否延續要視乎旅遊業的情況 和經濟復甦狀態 如果沒有特別情況 港客交通優惠暫時會於3月31日結束 未來期望優惠產品組合組織港澳聯遊路線 和更新宣傳推廣等等 目前旅遊業復甦步伐相當快 部分酒店人手不足 防務員緊絕 即是沒有人執訪 導致整體大約兩千至三千間客房容不了 而處於發牌程序的酒店方面 預料可以提供二千間客房 大家有沒有看到 十六埔對面國際酒店已經翻身好了 應該都快離開 如果想懷舊一番的話 就可以去住一下 所以這兩千間客房 完成發牌之後 就可以住得 什麼時候開張 就要由酒店自己決定 好,這一集看到了 有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感謝你們的支持